一人被彤彤自我爱黑社会出道 也曾担任亲子节目主持人 被观众们亲切的称为彤彤姐姐 他与老公结婚后育有一名女儿帕皮 常常会在社群平台分享育儿日常 日前他在IG限动分享了 自己收到了女儿亲手制作母亲节卡片 感动直呼没有人会知道 自己花了多少年在期待这一刻 在卡片中可以看见 帕皮不只花了太阳树木等 还写上母亲节快乐就这样 让他不禁笑说看起来好无情 但帕皮就是这样 很有性格的意见 对于自己收到第一张母亲节卡片 他心中百感交集 表示若不是帕皮上了幼儿园 自己就拿不到这张卡片了 因此即便这张卡片 歪七扭八还捏得烂烂脏脏 却是他收过最珍贵的礼物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